以前做统治东站 清风压减的 人都没得过的 以前统治东站是很热闹的 现在真的没得几个人的 清风压减的了 不要抱怨大学生在家里待着 不去找工作 是根本找不到工作 上周我去北京 上海还有杭州 这三个就业比较好的城市 遇到了好几个老板 他们24年就跟我说 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裁员 就是节省成本 为什么 现在根本没有那么多客户去消费了 他们的店一个接一个倒闭 如果今年再不优化 再不裁员 他们就撑不下去了 所以说他们只能裁员 那这个现象就导致 大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 哪怕是一个3000块钱 在实习的工作 都很难找到 你只能去干体力活 外卖可能是刷盘子这种工作 本科读了一个啥啥 甚至还有研究生 985的研究生 出来找不到工作的 一抓一大把 为什么 就是经济下行 你现在除了干外卖 你根本没有什么 可以攒得下钱的 一个高薪的收入 你去做销售 现在人都没有需求了 倒闭了一家又一家公司 就是因为东西卖不出去 还有人说是直播带货的问题 直播带货只是加速了 商品流通的一个速度 它并不是导致大学生 找不到工作的一根源 而且很多大学生 现在都去干直播带货了 还是有这么多人 找不到工作 是为啥 还不就是因为 整体的这个钱没了 那钱哪去了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 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 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你们知道2023年 有多少人实验吗 以前总觉得裁员 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没有体会过 但是去年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部门 也开始裁员了 我在苏州都贷款的 很多人呢 前一天还在热心的服务客户 第二天就收到团队 解谈了消息了 目前很多公司不景气 业绩下滑 很多客户呢 也因为知智 没有达到银行 准入了要求被拒了 我有个朋友失诱之后呢 找工作找了半年 都没有找到 还有很多年轻人呢 已经选择去送外卖 和快递行业了 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现在有一份工作 每个月呢 二十发工资都已经很不错了 你们觉得呢 失业一百多天 家里现在只剩下老婆赚钱 每个月还有两千五百多块钱的房贷 而我的任务是带孩子 专家现在一直在说刺激消费 二三年的青年人失业率 可能有25% 这样的情况怎么消费 还有很多在职的人是被降薪的 我们都没有信心去播报 青年人失业率 那就不要谈刺激消费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逻辑不成立 最近白岩松在CCTV煞有歧视的问 怎么让有钱人敢消费 专家煞有歧视的给出了几个点 但是我们都没听懂 所有渠道发车的信息 都没有人去谈 怎么去解决这么大规模的 失业人的在就业问题 昨天看到二三年十二月份的 PMI指数出来了 又降低了 PMI是采购经理人指数 表示人有大量的货在中间 没有被消化 所以现在生产的欲望很低 想直白一点就是消费疲软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 我一直在讲这个话题 但是我就必须要把它抢出来 否则就没人关注 要挽回了孩子的零食到了 这也是为了省钱 在拼多多买的 只要几毛钱一个 如果去超市买两块钱一个 春节将至街头上的空铺子 越来越多了 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的话就在广东广州 快过春节了 大家看一下 在街头上面的这些空铺子 可是越来越多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是有很多人都已经是 回家过年了吗 实体店的经济做不下去 就回家过年了吗 不知道年后会不会是一片繁华上市呢 现在有这么多的商铺出租 年后的话会不会有很多人过来租铺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一条街下来有些实体店虽然是开着 但是呢也是没有人来这边来逛的 这些店铺都已经是关门了 就算是来这边来逛街啊 也是不会进去电子院 可能很多都是路过经过这里的路人 你们知道武汉的房子跌了多少吗 2019年我的月供是6000 在这个一共34层的超高楼买了一套房子 正好赶上了房价的最高点 当时总价是100多万 面积90平方 室内使用面积只有65个平方 4年半我一共还了32万4的贷款 但本金只有16万8 剩余的15万离我都是利息 前几天请中介说 像我们这种同类型的房子 只能卖到100万 买房这几年我就亏了60多万了 也许你们会说这种是刚需自助 不需要在乎它的涨跌 但60多万对于我来说 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 怎么可能不在乎不心疼呢 有时候也会细思极恐 难心哪一天连首付都跌完了 然后还欠着银行的一屁股债 我一直以为像武汉这样的新一线城市 房价比较保值 毕竟它地少人多 而且每年的新近人口也很多 没想到武汉都跌成这样了 你们那里还好吗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自青年一史 中国股市不断试探新低 规模庞大的资本管理机构宣布破产 瑞士银行的经济分析师提出预警 指出房产市场依旧是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 与此同时 全球领先的政治风险咨询企业 也将中国经济难以恢复列入了年度十大风险之首 这股市年初开盘以来 基于去年的下行趋势 市场跌势欲发明显 进入本周 主要股指齐齐下挫 1月8日 国内A股市场的三大股指均以低位开盘 并持续走低 全天跌幅度超过了1% 上阵指数跌破2900点大关 下跌1.4% 创下一个多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记录 深圳城市和创业板子同样收益于全日最低点 触及4年多的最低水平 作为A股市场标志性的蓝筹股指数 护升300 在当天下跌了1.3% 这3286点 达到自2019年两月以来的最低点 在连续三年亏损之后 护升300指数在年初的下跌趋势仍在持续 累计跌幅已经超过了4% 中国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 中子集团 上周向北京的法院提交了破产清算申请 这一事件被看作是股市持续走低的关键因素之一 1月5日 北京一家中级法院对外宣布 以资不抵债 且清偿能力严重不足为由 中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已向该法院提交了破产清算的申请 对此 法院已经做出了立案裁决 坐落于北京的中子集团成立于1995年 涵盖多个产业领域 在业界成一度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大约合1400亿美元 一例为国内领先的民营金融企业巨头 根据官方网站信息 集团拥有控股和仓股背景的六家金融许可机构 五家资产管理公司和四家财富管理公司 同时还控股着八家上市企业 不幸的是 集团创始人解直坤先生 在60岁高龄时于2021年12月意外去世 紧接着集团爆发了流动性危机 去年8月 中子戏下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 迫使其推迟了债务兑付 到了11月 中子集团通过公开信表明 以面临严重的负债超支的财务困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触发中子集团破产的主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 该集团一直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支持 但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 中国的房产市场如今整体陷入了崩溃状态 许多房产开发商包括恒大集团在内的资金链已经出现断裂 经济学家 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健估计 中子集团超过半数的资产与房地产市场紧密相关 房产市场的低迷导致了土地销售收入的减少 这无疑加剧了本就紧张的地方财政状况 目前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飙升至约9万亿美元 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风险 地方政府面临常债压力 只能通过发行新债务来偿还救债务 在1月8日 位于美国的全球顶尖政治风险分析机构 欧亚集团 公布了2024年度全球面临的主要风险报告 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经济挑战重重 成为本年度全球十大风险之一 该机构的报告指出 中国在去年已展现出经济衰退的多种征兆 包括外置撤离 目的的展望降级 房产销售陷入僵局 股市急剧下挫 本年度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担忧 中国政策上的不明朗和矛盾 以及持续的严格监管 都将进一步而已对中国市场再度投资的热情 报告进一步分析 中国面临的人口结构不利因素 劳动力成本竞争力下降 高企的债务水平 以国家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以及西方去风险化策略的实施 都将使中国经济付出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 预测中 随着疫情管控措施的解除 中国经济的重新开放带来的动能将会消散 房产市场将继续表现不正 对中国出口品的国际需求将遭遇减速 开发商的违约和金融机构的倒闭事件将层出不穷 此外 权力的集中控制还安全优先于经济增长的做法 不仅会轻蚀消费者 企业家及投资人的信心 还会导致政府对经济和金融不稳定性的反应更为迟缓 这一系列因素将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的不振 暴露出中国治理能力和合法性的问题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讯